救护车十万火急 冲往山中贵族撕笑 直接两辆校车 车头对撞变形 挡风玻璃爆裂 更令人捏把冷汗的是 车上还满载 正要去上课的学生 救护人员紧急包扎 伤着表情痛苦 被台上单架送医 还有受伤学生 也陆续送往医院治疗 现场一片混乱 肇事的两车 还是同校校车 发生严重对撞 目击驾驶心有遗迹 很可怕 我下去我看到 第一次看到这种严重 也蛮惊心动魄 3号上午8点多 新北新店绣钢桥上 某私立贵族学校的 两辆校车 发生惊险相撞 64岁徐姓司机 当时在学生 沿华城路上山 要到学校上课 突然眼睛不适 车就偏到对象车道 与开着空校车 下山的朱姓驾驶 来了个正面对撞 下山的司机 伤势最为严重 左脚擦错伤 而校车上的学生 也倒成一片 共有9名学生 轻伤送医 所信伤者皆无大碍 徐姓驾驶表示 现阴阳光逆光 导致死路对象车道 正式驾驶工程 是因为眼睛不舒服 酿货 校方也调阅行车记录器 厘清事故原因 贵族私校上演 通勤惊魂记 实在让大家受到不小惊吓 记者杨中生 范雅乔在新北报道 我是萧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 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 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